我在那个我的论坛里面有放了两个连结 一个连结就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会有十段影片 那这十段影片里面主要大概就介绍这些啦 一些基本的操作 反正最重要就是把那个我们的环境先建置起来 那因为要建置环境的话 其实建拍上的环境方法非常多 但是我们考量的点有几个啦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环境是不是费有费用的问题 OK所以当然第一个我会想到说 用Eclipse它的好处是它比较没有费用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但如果你要用其他的商用软体像PyTron 也还蛮好用的 可是问题它最后有部分是要付一点费用的 那这个费用我刚刚想到费用的问题 可能就对有一些人来说会是一个考量的 那第二个的话当然你执行的 你那个执行的方式会不会很方便 像有些环境 你光安装就要安装一大堆东西 装起来的话就好几基 像那个我们蛮常在网路上看到 有人分享那个阿卡宏达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算是它一个什么一个也是类似的懒人包的东西 但它装的时候呢它的缺点就是它装 第一个它装得非常久 如果你们可以去下载安装的话 你会发现它光安装就要玩 我的电脑之前甚至跑了半个小时还没还没装完 而且它其实装的那个容量都非常大 好几基格 算一下好像至少两三基格跑不掉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刚开始是真的用不到那么多 但是它全部都帮你装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相关设定 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是把它放到那个低叠底下 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懒人包的设定 懒人包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档案压缩档 然后解出来之后的话会个Eclipse 那这个Eclipse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档案其实还蛮小的 如果你把它压缩起来大概200多Mb 那加上一个那个Python的那个一些library 跟它的exe的话 其实档案也才加起来 恐怕不到300Mb 哇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处就是它非常的 算是环保吧 而且不会占掉太多空间 另外的话呢 它有个好处就是可惜啦 就是说随时你只要到一个新的电脑 你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到 也许放到低叠底下 一样解压说马上可以跑 马上可以写程式 也就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解决那个环境的问题 这一点我觉得导致还蛮不错 因为我自己习惯就是说 我不要花太多时间一直在setup环境 setup每次你到一个新的电脑 我就要去解决环境的问题 我要setup一大堆东西 我希望最好是什么呢 我只要到一台新的电脑 我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放上去之后 把它打开直接解决 打开直接执行 而且它不用setup直接可以run ok 那另外的话 再把我之前写的那workspace指定 比如说你可能在另外一台 你可以把这个workspace call到另外一台 再重新跟他讲说我的workspace在那里 那你又可以继续再开发了 也就是workspace里面你之前写过的所有专案 他就会自己怎么样 帮你把它再打开起来 ok 那顶多是说呢 你要把这个环境再run起来的话 就注意一下 再告诉他一下 在Eclipse里面 可能再告诉他说 我的那个python的那个路径在哪里 ok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注意一下那个语系问题 就是UTF8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微软 他预设是MS950 那会有那个run 上个礼拜有讲过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大概会 设定的部分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提过了 基本上你可以 从那个windows里面 这个preferences里面找到那个py div 然后去找到这个interpreter里面 还有一个这个地方确认一下 那未来当然 你也可以在 比如说你有update 像现在是3.7 如果说你要3.8 如果新版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remove掉 然后呢 再重新选择你新的那个python的 这个资料夹就ok了 所以你也可以不到update 另外的话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他这边有 我试过了 他有个什么quick auto-config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python的library 放哪里的话 你假设你的电脑 有安装python的话 他会自己帮你找到 你就不用再去选了 不用再new了 因为new的话 你要必须去browse 去自己去找 如果说你有装那个其他的套件 像那个python 或者是说你有装那个什么 那个conta 那个相关的东西的话 他也可以自己去帮你找到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东西 我想慢慢大概再稍微了解一下 他就帮你把那相关的孩子库帮你抓过来 ok大概会是 另外的话还有语系档 语系档的话就是说 你在general里面的wallspace 记得一定要把它改成youtube吧 否则的话将来会有乱码的问题发生 因为他预设的话是上面ms950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做一些程式的开发 那上个礼拜 其他部分大概就是 还有讲到有关 那个怎么样去做那个行别的输入啦 行别的转换啦 等等的是相关练习 另外的话还有给各位作业啦 那个作业部分就是 去做那个我们的证照考试题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证照考试题里面呢 可以找到第一类 那里面基本上就是要各位去做一些练习 主要就是最重要还是做格式化输出 那个format的部分 刚刚助教跟我讲单分都已经ok 那再来的话其实证照考试题里面有总共有9类啦 也许这些题我也许在将来把这个当成各位练习题 然后试着把这边稍微完成一下 那另外的话我也在论坛里面 放了那个其他地方上课的那个教学 那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看 当然我这个影片的话是放在这个YouTube连结 这边有个完整的影音嘛 那你可以把它点击 这边就有了 ok 那就是上 应该是上上礼拜 上礼拜是连假 所以不上课 四天连假 你们应该也没有上课吧 ok 啊有出去玩吗 没有 很宅吗 其实附近有蛮多地方还蛮好玩的 台南 那怎么不去高雄呢 所以我之前也是去台南 为什么 因为高雄人太多了 因为我老婆常说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所以我就尽量选人少的地方 真的台南现在人变好少 之前的话人满没换 因为高雄早期之前因为没有韩国鱼的时候 真的生意非常萧条 那时候我也去过 我是喜欢人没有去的时候 因为感觉好像比较不会人籍的 现在去的话感觉到处都人 你连坐个车都要排队 坐个捷运都要排好久 对还要坐轻轨 坐渡轮 光坐渡轮那个 光渡轮有上次人少就已经要排很久了 人多的话听说还要排个三个小时才能坐到船 那真的是玩起来就不太好玩 附近也有很多游乐园 像什么六湖春 有去吗 其实蛮推荐的 而且我推荐各位 如果去六湖春玩的话 一定要安装一款APP 就是快速通关 Festpass 对 而且我发现 很多人不会 很多人不知道 有这个Festpass的APP 所以因为连假那几天我就刚好带小朋友去 这是带小朋友去的 我顺便去 然后 结果我发现有一个APP 装了之后发现真的可以快速通关 结果很多人不知道 反而我们都很顺 其他人都要排队 所以如果你们有去的话 建议是去搜寻一下那个有一个Festpass的APP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基本语法部分 大概讲完 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讲一些逻辑的部分 所以云端上面 其实我也把相关的 补充的讲义 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请各位就是开启这个 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那里面的话 我们待会会讲一些 关那个结构控制的部分 那其实就是解决逻辑的问题 解决逻辑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确定 把你们还进锐地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看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APP叫什么 对老师那叫什么 那那那